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我们先来渲染一张看一下 大家看architect design的渲染速度要比刚才那个outdesk系列材质要快很多 那为什么没有交散呢 这种高量的不锈钢金属它的交散与玻璃不一样 它是反射交散 所以说光打到上面会反射出来 我们首先先将场景中的这几个物体选择 产生交散的几个物体 右键属性 在mantary中生成交散 OK 确定 然后选择地面属性 我们让它接收交散 确定 然后我们打开渲染设置面板 在渲染设置面板中间接照明 我们先在这里勾选交散 好 然后我们进行渲染 它可能会弹出一个面板 没有交散的光子发射器 确定 大家看交散没有 取消 我们在这里需要把灯光选择 也让它对象属性中生成交散 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注意观察渲染进度条 光子发射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交散有没有 我没有看到任何明显的交散效果 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交散的强度并不够 现在效果已经对了 已经出来交散了 但是强度不够看不出来 我们将它的倍增强度给到100 好 然后将它底部的这个给到10000 这个值降低一点 可以使交散的速度快一点 当然精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 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交散 我们发现交散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在这里 但是并不是很 也就是说很清晰 而且强度也不高 我们将交散的倍增强度给到300 再来进行渲染 这一次我们主要观察交散强度的变化 看一看在刀把附近这个位置 交散的强度是不是变强了 同时在球体的边缘 是不是有变亮的地方 大家看球体的边缘都有变亮的地方了 这个位置也变强了 没问题 交散强度搞定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灯光的平均交散光子 我们给到50000 再来进行渲染 观察交散的细腻程度是否有提高 这一次我们计算光子发射的时间 要比刚才长一些 因为我们用来计算的交散的光子数秒 比刚才多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结果 好大家注意观察 大家看到球体边缘的交散变得很细腻了 比刚才细腻多了 这个位置也很清晰了 OK我们来一个过分一些的 我们来一个30万 再来渲染 这一次 计算光子发射的时间 比刚才长很多了 但是我们会得到更加细腻的交散效果 我们有耐心等待光子计算过程完成 所以这里我们说我们在渲染的时候 尤其制作这种金属的交散 我们把灯光一定要打到影子的对面一侧 为什么呢 因为金属它属于高量物体 所以它的交散实际是被光打过去被反弹出来的 我们想看清它交散的效果 灯光的架势就很重要 那么如果说你架到了另外一侧的话 那么这个交散出来之后 很可能陷入到阴影里 并且被物体挡住 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不清交散的效果了 所以灯光对于这个金属交散的制作 它的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注意灯光位置 同时呢 我们把这个交散细腻效果完成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Mental Ray 配合Metalume来制作交散了 那样的话 我们需要做的过程就稍微多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交散变得更加细腻了 尤其是球旁边的交散 包括刀旁边的交散 非常的好看 但这里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说这个交散呢 它实际交散的细腻长度 由这个值决定 交散的强度由这个值决定 那么交散的位置由谁来决定 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场景中这个交散呢 它实际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短 我们如果想让这个交散长一些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使用明亚灯光啊 尽量靠近一些这个物体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Daima kasi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